花蓮市观光大县游客到花蓮市逐年攀升 而垃圾的问题还是有待解决 2020年环保局就表示 台泥焚化环境影响评估已经通过了 两年之内必须要新建完成 两年已过了 目前还没有完成新建的情形之下 现员候选人胡仁顺他认为 县政府应该要跟花蓮相亲来做说明 花蓮垃圾掩埋场已经饱和 花蓮县政府依促进民间参与公共设施法 推动BOO案 由台泥公司水泥窑处理 原本今年应该完工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加上缺工缺料导致工程延宕 现员参选人胡仁顺就指出 花蓮市的垃圾亟待解决 花蓮县政府应该要想办法 花蓮市的生活垃圾都没有办法 做到有效的处理 然在2020年花蓮县环保局声称 在环差通过之后 在和平水泥厂要进行新建完成 在两年之内能够完全处理好 花蓮市的生活垃圾 不过如今在两年过后了 这一项政策已经跳票 花蓮县政府是不是应该正式的 向我们花蓮县民来道歉 我想花蓮市的生活垃圾急需被改善 目前都堆滞在花蓮市的这个处理厂 我想未来垃圾是需要被重视处理的 我们也呼吁花蓮县政府 尽速的提出时程 有效的来做垃圾处理的工作 花蓮县境内因为没有焚化炉 每天生产168吨的垃圾 必须送至宜兰立则焚烧 但是该厂必须进行税修 加上处理当地的生活垃圾 限缩的花蓮垃圾带烧量 每天仅能够处理30吨 导致垃圾只能占置掩埋场 目前占置的垃圾量有16471吨 环保局废弃物管理科长指出 2020年12月18日 此案环差通过之后 碰上新冠疫情的影响 加上缺工缺料 导致动土施工后 新建进度延宕 记者林杰花蓮市采访报道